近來日元不是一直在扁嗎 不過怎麼都一直 日貨都沒有要降價的趨勢呢 現在在經濟部喝咖啡來勸說之下 日貨終於有些要降價了 像是參坤在昨天就宣布了 15家日系廠商一起降價 平均的降幅還大約是有兩成這麼多 而全聯福利中心也宣布 獨家引進的日系生活良好 全系列的商品將會長期降價20% 不過日系化妝品業者態度仍然強硬 都表示目前根本就沒有降價的考量 至於統一超表示 因為超商內的日系商品不是自家代理的 所以沒有辦法直接享受到匯率的利益 盡量也會透過優惠促銷的方式 來回饋消費者 全家便利商店則不排除跟進 推出日系商品的優惠措施